记得上一集 游轮继续前行 现在前面这座桥叫世纪大桥 这座桥才建在2004年 也就是巴拿马这个国家 为了纪念巴拿马运河 一百周年建的 巴拿马运河全长82公里 横穿中美洲巴拿马地匣 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上航运要道 它宽的地方大概300多米 窄的地方就一百多米 游轮经过运河的河道 马上要进入喀通湖了 现在经过湖需要大约两个小时的航程 所以我们也站累了 站了几个小时了 回船舱里喝点东西吃点午饭 为了让您能看到喀通湖的景色 我还是坚持在这里录像 今天天不做美来雨了 不过巴拿马运河的核心部分 我们是不能错过的 这个加通湖是巴拿马运河中部的部分 它高于两边海平面26米 你是不是感觉到湖上有很多小的岛屿 岛屿上有茂密的热带雨林树 其实这座湖呢 这些岛呢也有一部分人工部分 也就是说这座湖它是一个自然的湖 不过后来由于巴拿马运河的开通 几条河流的水标注入这个湖中 保证这个湖水呢有深度巨大的游轮才可以通过 所以就像我们中国的千岛湖一样 在湖中形成了更多的岛屿 现在我才明白巴拿马运河这座卡通湖 如果没有水或者是水位降低的话 大型的船只是不能通过的 这就为什么巴拿马运河的费用是相当高的 不过从太平洋到大西洋 穿过巴拿马运河还是缩短了很多航程 大概有八千海里 也就是半个月的航程 所以是值得的 由于天气下雨 加上早晨大家起得很早 看太平洋方向的山道闸门 所以现在是中午到下午的时间都很累了 而我和老K呢精神抖手啊 我们一直的肩手着 游路上的人不多 我们在这里发疯 远远的好像看见了 大西洋方向的船闸门 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是 看见是白墙蓝瓦出现了 估计又到了大西洋的山道闸门了 前面看见有一个货轮正在经过闸门 那么我们呢如果再过去这三道闸门 就真正的到了大西洋了 远远的就看见导航船来了 这个船只要它来 就是带领着游轮慢慢的向闸门靠近 这回的三道闸门 这回的三道闸门我们是降水 也就是游轮三机往下降 降到跟大西洋的海平面持平 才可以出闸门 第一道闸门开了 我们要进你第一个水池 游轮小心的缓缓的进到了第一个水池中 前面的货轮还没有出第二个水池呢 巴拿马运河为什么要做得如此复杂 用这么多船渣上上下下的 为什么不挖一条河道 直接连接两个大海呢 大洋呢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了 巴拿马地匣呢 是属于热带引领地区 这里的气候呢 非常的潮湿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 在这里劳工呢 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是一个法国的公司在这里经营 准备开招巴拿马运河 由于各方面原因 他们最后由于经济实力不够 就停工了 到了19世纪末 美国西部经济迅速发展 美国东西两岸无法进行有效的水路运输 所以不惜代价的美国人把巴拿马运河遭通了 快看一条鳄鱼游进了水池中了 这条鳄鱼游进来 我还想 那怎么出去呢 我们这条邮轮出去都要交买路钱 那鳄鱼出去是不是要交费用呢 现在我们的邮轮是在第二个水池中 前面的闸门马上就开了 我们一直盯着这个鳄鱼 看看是邮轮先出去 还是鳄鱼先出去呢 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一个黑点 那就是鳄鱼 它先冲这个水渣门 有到了最后的一个水池中 游轮慢慢地进入了第三个水池中了 也就是最后的一个 不过远远的你就会看见一些汽车 开的还挺快 我们都在盯着看 哇 太神奇了 原来两道闸门还是球梁 现在我才明白 为什么叫世界的轻轻 地球的心脏 现在已经能看到 咱们的灯都亮起来 前面的这座桥 就叫大西洋桥 也就是过了这座桥 就真正地到大西洋了 我们的游轮经过巴拿马运河 即将完成了 现在看闸门在开 最后的两道闸门 天黑了 我们也看不见鳄鱼了 估计鳄鱼已经游出去了 希望它安全地到达大西洋 现在大概是晚上六点左右 我们从早晨六点到现在 已经站在甲板上十二个小时了 我的录像呢也在晃音 我也精疲力尽了 除了中午回船舱里 喝点咖啡 吃点午餐 剩下的时间 全在甲板上 我不想弄到任何细节 因为这是历史的一次 在我生命当中 可能这也是最后的一次 过巴拿马运河 雨过之后 雾气上来了 雾像越来越不清晰 不过导航船的灯亮着 远远地在那里 等待着我们的游泳靠近 我们这些观光客都感到疲劳 可想而知我们的船长 他们驾驶了这个巨大的游泳 宰遭三千多游客 高度紧张地过巴拿马运河 实在是辛苦吧 那你猜猜看 要想从巴拿马运河横过 留下买路钱是多少钱呢 这个数字听起来都能吓死人 大概是49万美金 12个小时 如果您看到这里 我就应该说谢谢您了 陪着我们一起 过了巴拿马运河 加上 7 10 10